新北市政府在在對著北海油品的手上 發現有26間分店的田姆洋蔥餐廳 跟日本料理和民餐廳 都有用到部分的產品 去用到有問題的香滴油 這兩間夾車都說 他們已經在11月4號換油了 目前當地的研究 怎麼對消費者做保障 為台北田姆起床的洋蔥洗餐廳 目前已經有26間分店 連上海都有開店 這次也未來過派油的方法 餐廳的鮭魚炒飯九月五號進場 用的就是美食家的調和香滴油 也是為北海做的問題油 有全台灣的米燒麵 都已經不再使用豬油了 這個時間是從九月五號就開始了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的鮭魚炒飯 全部都使用沙拉油來控制 牛昌公司表示九月五號以後 就已經停用所有的滴油 到11月4號才知道產品有問題 目前當地研究對消費者的保障 另外一間在全國 有十七間分店的和民日本料理 和民拉麵還有太平夜 也用到美食家的調和香滴油 和民餐廳表示 11月4號才知道豬油問題以後 這兩個產品就暫時停下了 已經全民改用自己的豬油以後 11月7號暗時還會給共用 目前總共事也回到研究 對消費者的保障出事 記者林鄭露 張國良 台北報道 發生不努力 一起來 永遠 谢谢大家